好 人民幣扎一扎也 不是 人民幣扁一扁 基本上扁跟扎 怎麼感覺看起來那麼像 這個一扎一扁之間 我們看人民幣 藏起來的升值紅利 是不是從今年的8月份 正式結束了 可是這一紅利結束 才知道過去有紅利有多好 這兩天的貶值 儘管會終於花了 一個禮拜時間來做調查 結果一調查慘了 台灣的TRF損失高達500億 什麼是TRF 為什麼台灣的金融業 跟金融業的客戶損失如此慘重 才不過扁兩天 總共才扁了3% 扁3%就賠500億 扁30%台灣就亡國了嗎 我要請教穆劃哥 什麼是TRF 為什麼使得這一次 整個金融國全線崩跌 觀眾朋友 你看 這是國財經 富邦經 中心經的K線 不僅客戶重傷 連銀行都重傷 你幫我做觀察 這個TRF要稍微解釋一下 事實上它不是這一次出風暴 它在去年5月就出過一次風暴 當時其實就已經有討論過了 對 金融會在去年5月之後 就限制銀行做TRF 所以去年下半年 其實銀行做TRF做得很少 可是之前做了很多 尤其是2014年1月份那一波 進場的受傷非常的重 那到底是什麼是TRF 我們這邊先做一個名詞的說明 那TRF觀眾朋友可以看到 它全稱叫做Target Redemption Forward 我們這個看起來好像滿複雜的 不是看起來實際上也複雜 好 叫目標可贖回遠期合約 事實上講白話一點 它是屬於一種選擇權的 衍生性金融商品 這一般大學裡面商學院 也不會考這個產品 因為太難了 這個其實很實物 因為通常我們講說 這個Forward像遠期 又可贖回加目標 觀眾朋友 學生假如考下去 一定是得罪老師 老師才不會出這種題目 通常講考個遠期 考個可贖回 混種全班大概有三分之二不會寫 假如又有目標 有匯率進來 全班大概連助教都不會寫 所以基本上很複雜 這個TRF其實要涉及到三方單位 一個是本國銀行 另外一個是外國的大的金融機構 通常都是一些大的銀行 或是說私人銀行 另外就是本國銀行的 一些中小企業的客戶 因為這TRF大部分都做法人 就是做一般中小企業 一支最低要100萬美金 一支通常他們的術語叫一支 一支就是一個單位 就是100萬美金的合約 本金100萬美金 所以做不到 上市櫃公司不能做 因為他的風險性相當的高 所以在相關法威 上市櫃公司是沒有受到 這次的傷害 一般我的瞭解 都是中小企業的企業主 有外匯收入的貿易商 拿100萬去跟譬如說 世光銀行來乘坐TRF 到底TRF他怎麼做 我們下面有個簡單的說明 讓我們觀眾朋友先了解 這個TRF 導播可以稍微放大一點 他的交易方式簡單就有想 銀行跟客戶之間對賭 賭什麼 賭匯率 如果客戶壓對匯率方向 他的獲利就是本金乘以匯差 我們等一下有實際例子局 如果壓錯了 你看錯了 你的虧損是 本金乘匯差再乘以槓桿倍數 目前的槓桿倍數是兩倍 所以說我們有個術語叫做 賺一倍賠兩倍 對 TRF的賺賠取決於離岸人民幣 跟執行價的高低 這句話怎麼講 因為我們剛剛講他是做匯差 一般來講 事實上他就是用美元來做 相對應的另外一國的貨幣 台灣最主要是做人民幣 事實上也可以做澳幣 也可以做紐幣做其他貨幣 但是做最多的還是人民幣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人民幣過去一直單邊升值 升值 對好處 我只要賭人民幣升值 我做TRF就一定贏 對 賭對方向就贏一倍 很容易賭對 那我怎麼賭 我就賭人民幣升值就好了 那銀行也賺 然後客戶也賺 大家都很高興 然後年底大家都開商兵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到 他怎麼計算 就是賭人民幣到底升還貶 在簽訂合約的時候 會訂出一個執行價 這個執行價就EKI 另外他會訂出一個 對不起 訂出一個執行價 另外他會訂出一個保護價 保護價就是EKI 假設說我們執行價 訂在6.15對1美金 只要人民幣升值到6.1 世光你是不是賺錢了 對 往下是升值 這個中間是500點 500點就是0.5 0.5%了 那TRF怎麼賺 就是100萬美金的本金一支 乘以0.5 那100萬乘0.5是多少 這是5萬塊 5% 對 5萬塊錢美金對不對 你就賺5萬塊錢美金 100萬乘以0.5 我們剛剛講本金乘以匯差 就是賺5萬美金 可是你如果輸了 我們看一下下面再放大 那並不是一定賺錢 因為如果賭錯 他還有一個保護價叫EKI 1Ki設在6.2對1美金 只要跌破了1Ki的話 那你就輸兩倍 換言之如果跌到1Ki 你輸多少 你就輸10萬美金 說輸5萬美金 乘以2就是輸10萬美金 應該是說輸10萬美金乘以2 就是輸20萬美金 就是我們用一個簡單的圖形來講 你會更清楚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講的圖形 就是這個6.15是什麼價 它是一個執行價 然後6.2是一個保護價 那假設說匯率 我先講一下 這個TRF它是一個合約 通常是24個月或12個月的合約 但是每個月他會比一次 那假設說你每個月比 如果在6.15到6.2之間 你就不賺不賠 沒事 但是如果說 升值 升值賭對了 往這邊走 那你就會賺 譬如說他升到6.05 你就賺10萬美金 但是如果說 他如果從6 他觸及6.2 我們剛剛講 你就賠10萬美金 然後 而且還會繼續賠 對 如果說 如果他一路貶一路貶的話 你就會一路賠 然後最後你的賠是無上限的 對 因為他是一個收起權利金 那最大的問題是 現在情況到底有多慘 情況問題還滿嚴重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在2014年年初的時候 有很多人去做人民幣的TRF 當時的保護價大概跟執行價 大概就是在差不多6.15 6.2這個位置 因為那時候的人民幣匯價是6.05 大家都看升 說升破6塊錢 所以說造成了什麼 造成了後來這一波的貶值 貶值到6.3這個地方 使得這一波出現了非常大的虧損 對 這波虧損的情況很嚴重 為什麼 我們剛剛講 保護價不是設在6.2 如果說你虧到6.3的話 你是不是差了0.1個 0.1個100萬美金 就是10萬美金 10萬美金再乘以2 就是輸20萬美金 就輸了20%了對不對 而且重點 觀眾朋友 100萬美金是保證金交易 他不是真的 不見得是真的拿100萬美金出來 對 他只是 所以銀行要客戶一直補保證金 只花8萬或10萬美金的保證金 最近人民幣不是又貶到6.4了嗎 對 所以這一次又再傷害一次 因為2014年 當時所做的合約是兩年期的 所以要到2016年1月才能去結償 所以那時候只有帳面上的損失 對 報到底就沒事了 好 因為他一定要報到底 對 他如果不報到底的話 銀行會用公式去算出來 你提前解約的損失 我今天問了一下銀行 就是知道內勤的人 100萬美金 100萬美金現在如果解約的話 會虧600萬美金 不是 我才賺 最嚴重會虧 我才賺10萬美金 一虧虧600萬美金 因為他是24期這樣去算 對 所以他算到24期到期的話 你要先虧600萬 哪家銀行那麼壞 銀行我們就估錢 這不是跟黑道高利貸一樣嗎 今天報紙不是寫說 潛在損失600億嗎 500億 對 500億 600億台幣 其實差不太多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你知道現在目前的 在做DRF的本金 大概差不多是1500億 金台幣 對 1500億規模 我們估計算50億美金好了 那50億美金 現在目前大概 以人民幣現在的匯率 跟2014年那時候算 可能本金的虧損 已經達到40%了 也就是說50億美金 已經虧掉了20億美金 20億美金大概就虧掉600億了 如果說人民幣到2014年 2016年不升回來的話 就今年年底 今年年底不升回來的話 大概這個虧損就會實現 再繼續扁 去扁那就虧更多 對 所以你知道銀行現在